淡水地區有10公里的自行車道 經常假日吸引民眾前來享受騎乘樂趣 而新北捷運公司表示 淡海輕軌在這個星期三月四號開始 開放旅客攜帶自行車來搭乘輕軌 淡海輕軌通車到現在也快要三個月 對於淡水地區除了有許多的觀光景點外 自行車是許多民眾假日休閒的熱門活動 加上淡水有長約10公里的自行車道 沿途可以觀賞淡水河岸風景 假日經常吸引民眾前來享受騎乘樂趣 而新北捷運公司表示淡海輕軌 將於這個星期三月四號開始 可以開放旅客攜帶自行車來搭乘輕軌 新北捷運公司從三月四號開始 開放民眾購買自行車單程票 那攜帶自行車的旅客 可以從我們的自動售票機購買單程票 那它是人車一票定價是50塊錢 然後不限里程 那現在起到四月底四月三十號 車票價是40元的折扣票價 捷運公司表示攜帶自行車搭乘輕軌 民眾一定要到各車站的售票機 購買自行車單程票票價定價為50元 踩人車合併收費 而每一列車只能夠提供四輛的自行車搭乘 而自行車需要放置第二節以及第四節車廂的多功能停放區 每區限停放兩輛的自行車 以車不離身的方式停放 我們是提醒民眾呢 如果要攜帶自行車搭車的話 基本上在車站的範圍內請用牽的 那避免用騎乘或滑乘的方式 那如果是高架車站的話呢 請記得使用電梯避免使用電扶梯以免發生危險 如果民眾攜帶自行車呢 我們淡海輕軌列車開放第二節跟第四節列車裡面的多功能停放區 來讓旅客攜帶自行車 那每一個區域呢限停兩輛自行車 也就是整列列車的話是四列腳踏車為上限 新北捷運公司表示 開放旅客非動力需的腳踏車來搭乘旅客 可以於淡海輕軌全線 11座車站的自動售票機購買自行車單程票票價為50元 而這個自行車單程票是用於淡海輕軌收費營運前的三個月 全面折扣5元的優惠方案 到4月底前自行車票單程票價優惠為40元 也希望提供民眾輕鬆結合兩種不同的交通工具 遊玩淡水的新選擇 記者許多安逸 電視頻報導